长青僧 山东长青县有个和尚 道行高深 洁身自好 八十多岁 身体依然很健康 有一天 他一跤摔在地上起不来 庙里的和尚急忙赶上前抢救 老和尚却已去世了 和尚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死去 魂魄飘飘来到了河南地界 河南有位公子世代相身 那一天带着十余级家丁 请着猎鹰外出猎兔 坐骑受惊狂奔 他竟堕骂而死 老和尚的魂魄正好撞上公子的尸身 一下子合为一体 于是公子就慢慢苏醒过来 仆人们围在四周问他怎么样了 公子张开眼睛说 我怎么到这地方来了 众人把他扶回家去 一进门就见一群扑粉画霉的女子 纷纷过来看事慰问 公子十分惊趣说 我是和尚啊 怎么到这儿来了 家里人以为是在说胡话 都开导他要他明白过来 老和尚也不申明辩解 只是闭着眼睛 不再说话 家人给他送来米饭 他就吃 送来酒肉 就拒绝 夜里独自安息 不受妻妾侍奉 这样过了几天 他忽然想要稍稍走动走动 大家都很高兴 出的房来刚刚站定 就有许多仆人纷纷走来 送上各类钱粮账册 争着请他清点核算 公子假托心病未遇 精神疲倦 一概推辞 只问 山东有个长青县 你们知道吗 大家都打 知道 知道 他又说 我闷得无聊 想到长青去游览 你们可以马上 给我准备行装 大家说 公子伤病刚好不应远游 他不听劝阻 第二天就出发了 到了长青 只见 静屋风貌已久 也不用问路 直接来到寺院 几个徒弟 见有贵客到了 拜扶请安 十分恭敬 问他们 老方丈到哪里去了 徒弟答道 师父不久前 已经离开人世了 问坟墓在哪里 徒弟们就引导他前往 只见三尺孤坟 野草还没长满呢 中和尚都不知这位贵客的心思 过了一会儿 公子吩咐 背马 打算回去 临行嘱咐众和尚 你们的师父 是一位严守戒律的高僧 他的遗物 应尽甚看守 不使损坏 众僧连连答应 公子 这才离世而去 回到家中 公子心如死灰 坐如枯木 一切家务都不管 住了几个月 悄悄出门离家 只打长青旧四 他对众弟子说 我就是你们的师父 众弟子怀疑公子胡说 只管相视而笑 他就向弟子们讲述了 戒失还魂的始末 有隶数生平世纪 全都符合 中弟子这才相信 让他坐在原来的僧踏上 还像过去一样的 侍奉他 后来 公子家多次派了马车来 爱爱恳求他回去 他看都不看一眼 又过了一年多 公子的夫人 派了管家来到长青 送给他许多财物 他回绝了一切金银绸缎 只收下一件布袍而已 公子的固有 有时来到长青 恭敬地去拜访他 见他 不忘言笑 心意成毒 虽然看上去才三十岁光景 却常常说起八十多年间的事情 一时事说 人一死 魂魄就散了 长青僧能够千里而不散 是由于他秉性坚定的缘故 我对于这个和尚并不经意他能死而再生 却经意他到了繁华非力的地方 却能够了却尘缘 避开俗世 如果眼睛一闪 被蓝蛇熏了心 就会有求死而不得的人了 更何况去做个和尚呢